中国当代山水民家圣淮杰首度来台举行公益书画展 而且将其中一幅作品以125万元卖出捐作公益 125万第三次恭喜您得标 其标价50万最后以125万的高价卖出 中国当代山水民家圣淮杰首次来到台湾举办公益书画展 其中一幅画作拍卖作公益 所得捐入中式爱心基金会作为极难救助之用 圣淮杰五岁开始学画 先后拜了十多位大陆知名书画家维师 他的作品以山水为常 尖善花鸟 这一次带来100幅作品来台举办个人书画展 这100幅作品是我经过了几年的努力 这个创作出来的这个一批作业拿到台湾来 希望台湾各界的领导老师们给予指教 圣淮杰也将与台湾的美术界学者进行交流座谈 透过画展与座谈会期盼促进两岸的书画艺术交流 记者洪熙与郭林倩台北采访报道 哦